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册的第十四课 就是Lesson 14 A Noble Gangster 贵族歹徒 这个贵族怎么会成为歹徒呢 这是比较有趣的一篇文章 按照惯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首先我们打开书66页 Please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66 Let's look at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动作快些 66页 好 Gangster Gangster Chicago Chicago Protection Protection Promply Promply Destroy Destroy Remarkable Remarkable Banned Banned Flo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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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state City-state Hire Hire Prince Prince Florentine Florentine Funeral Funeral Dedicate Dedicate Memory 注意这个发音 后面那个字母哦发道意思的呃这个声音 但你注意这个音标里是斜体字印刷的 斜体字印刷表示理论有但其实读不出来 所以不要读成memory 那个呃不发音跟老师再来遍 Memory Memory 好极了 Valiant Valiant 好 声词和短语咱们就读到这儿 下面咱们来看一看这个书中一些比较重点的词汇 第一个词呢 咱们就看一看这个匪徒 歹徒 强盗 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再来遍 Gangster Gangster 注意这个发音 前面字母A发 这个声音 然后呢 这有个舌根音 舌根拱上去发 而不要读Gangster 你要读Gang 那是汉语拼音了 那刚刚的声音 前面发 在拱舌根 再来遍 Gangster Gangster 这个词叫歹徒 匪徒 强盗 发音就好像干死他 打死他 干死他 就是歹徒强盗 注意可数名词 一个两个是可数的 把它呢 跟另外一个词同时记 就是我们说那个匪帮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来一下 把后面ST12去掉之后 变成一伙坏蛋 一大帮坏蛋 一个坏蛋团伙就好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不要读Gang 在里面 Gang Gang 这叫匪徒坏蛋团伙 咱们可能回忆起来 在第六课 咱们讲过这个组织 叫The Gang of Four 这是四个人组成的 大坏蛋团伙 这是哪个组织 咱们说过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 Smash The Gang of Four 可能大家还记得 这是四人帮 但是这个Gang 我们在口语中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表达 就是表示 A Hai Gang 在美国用的特别多 就是 大家好 你们好 在朋友之间 咱们打招呼的时候 用这个Hai Gang 用的特别多 尤其在美国用的多 注意这个不能翻译着 匪徒们你们好 别人就该打你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这个是上声的 往上扬上去 大声里面 Hai Gang Hai Gang 这个在口语中用的特别多 咱们看一个 走遍美国的这么一个片段 你看这里边 这个大夫进门之后 跟他们打招呼 Hai Gang Hi Everybody Well What's going on 你看这小护士呢 守着两个小病人 在这病房里待着呢 这个医生 就Philip 进来之后呢 Hi Gang Hi Everybody Well What's going on 说你们在这在干嘛呢 What's going on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二课讲过 就是出什么事了 这里发生什么事呢 What's going on 这么一个结构 我们再听一遍 看看能不能第二天 听得清清楚楚 好 再来一遍 Hi Gang Hi Everybody Well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出什么事了 Hi Gang 可以这么说 这个在走边本国中 还有一个片段 也是呢 爸爸回到家之后呢 跟自己的老父亲 和自己儿子打招呼 你看在朋友啊 亲属之间都可以用 你看这片段 咱们先听一遍 是怎么说的 Hai Gang Anybody home We're in here dad Oh Hi Gang Hello Philip How's your day My day was just fine So where's my night 你看他怎么说 这个爸爸在外边敲门 叫 Anybody home 家里有人没有啊 然后他儿子说 We're in here dad 说爸爸 我们都在家呢 然后呢 这个爸爸推门进来之后呢 跟你看老父亲和儿子 一块说 Hi Gang 哎呦 你们都在家了 你们好吗 大家好 然后呢 他的爸爸老父亲 跟菲林说 Hello Philip How was your day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哎呦 这个人说 My day was just fine So was my night 我这天过得不错 So was my night 这是用倒装了 搜换的技术 我都能讲过 对吧 我的晚上呢 过得也不错 一天一晚过得都很开心 这么一个 这个Gang这个搭配 我们再听一遍 看看第二遍 能不能像听中文对话一样 清清楚楚 好 开始 My day was just fine So was my night 我这一天过得不错 晚上过得也不错 这个Gang 有这个意思 记住它既表示诽谤 也可以表示口语中 伙计啊 什么哥们啊 大家啊 打招呼时 用的特别多 这个词 我们把重点的用法 看到这 下面我们看一看 这个准时的 这个重要的负损 我们跟老师 再大声读一下 这个PT 这连续两个 都是失去爆破 这个后面这个T 就听不到了 我们这是Prom Prom 那个PT 这两个都没爆破出来 憋住气 然后再发Li 这个声音 慢慢来变 Promply Promply 这个只有闭嘴的动作 但没有喷出去 这个T 就听不到了 对吧 我们大声那边 Promply Promply 这个副词是多意思 在这可以翻译成准时的 咱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She arrived promptly at 10 它于10点钟准时抵达 10点钟准时到着 说10点就10点 一看表 一秒钟都不差 表示这个意思呢 好多的副词 跟它类似可以替换 比方说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She arrived Promply at 10 这个也行 这个词也是我们高频的考试词汇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个准时地 慢慢来 Promply Promply 这个Promk 中间那个K也是爆破音 后面也是石器爆破的 舌根拱是Prom 等一下 然后再发这个Chile 再来面 Promply Promply 这也是准时的 不错 还有一个口语中用的特别多的 口语中就喜欢用短小的词 因为口语追求效率 单音节的词我们最喜欢 你看 She arrived at 10 Sharp 直接在具体时间后面加上副词 Sharp 注意这个Sharp不再是形容词了 而是副词表示准时地 我们大声读一下 Sharp Sharp 而且注意 它这个位置紧跟在 表示时间的这个词后面 At 10 Sharp 表示准时地 这三个句子可以替换 但最后一个一般都用在口语中 好 这是准时的 但我们知道这个Promply 是个多面手 它在本文中 除了表示准时的这个意思之外 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还可以表示 立即 立刻 不耽搁的 立即 立刻 马上 不耽搁的 我们看这句话里面 意思就不一样了 你看这句话 它说 An ambulance was promptly dispatched to the area An ambulance Ambulance叫救护车 怎么样呢 一辆救护车 立刻被派往该地区 这地方可能出了一个重大的车祸 好多人负重伤了 一辆救护车 立即被派往该地区 咱们在十三课里 刚刚讲过 Dispatch 相当的动词send 打发派遣 只不过这个词比send更正式一些 还记得吗 一辆救护车立刻被派往该地区 这里面的promply 类似于 immediately right away straight away at once 这个意思 记住它做副词 两个意思究竟是哪一个 咱们得通过语境上下文来判断 好 它的形式形式就是把后面的ly去掉之后 也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准时的 我们说a prompt start 一个准时的出发 准时的启程 这个时候相当于形式punctual 还是把两个副词分别ly去掉了 我们先读第一个 prompt prompt 再读第二个 punctual punctual 一个准时的出发 准时的启程 可以这么说 这时候两个能替换 那同样的这个prompt这个词呢 也可以当作一个形容词来用 表示立即立刻不耽搁的 那么它副词的两个意思形容词呢 继承下来了 立即立刻的不耽搁的 也行 咱们看例子 staff should be prompt in dealing with complaints staff是员工 可以表示某个单位的全体员工 是怎么样呢 员工在处理课诉投诉方面 必须得迅速得立刻处理不能耽搁 在这里面这个prompt反映成迅速的 立刻的不耽搁的 而不是准时的 这个没有约定吗 对吧 complaint 这个词是名词 咱们在第一刻见过它的动词complain 在后面加个字母t 就是名词抱怨或者是投诉 在公司里面当然是投诉的意思 立即立刻不耽搁的 迅速不耽搁的 那么这个词在考试中也是屡屡会考到 咱们看当年一道考试的真题 这一道六级的一个单选题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这句话说 the drowning child was saved by Dick's 什么 action 这个 drowning叫快淹死的 这个快淹死的孩子怎么样呢 被迪克他的什么行动给救了 这四个词做个辩析 A选项 acute 这个词叫急的紧急的 但acute一般使用什么呢 一般表示这个疾病是急性的病 an acute illness 指疾病的时候用紧急的用它 这里是不通顺的搭配不合适 这个B选项表示激警的 一边表示哨兵啊 或者一只看门狗啊 对坏蛋很警惕很激警 一有坏人马上耳朵立起来了 这叫alert 在本文中呢 他并不是看着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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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门的哨兵 在这也不通顺 profound 是深的 深刻的深邃的 在这更不对了 prompt 这个对了 表示立即的迅速的不耽搁的 在这是做prompt第二个意思 被迪迪的立刻 被迪迪他的立即的行动 不耽搁的行动 所救了 看到孩子落水之后不动 直接不耽搁 跳下去 救什么 救火了 这是prompt 这个形容词两个意思 继承了副词相关的用法 咱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下面咱们看看 这个不同寻常的非凡的 也是本科书的重点词汇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remarkable remarkable 不同寻常的 非凡的 这个词带有褒义词的味道 一般指好事 不同寻常的 超过一般人的 非凡的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你比如说 一个非凡的功绩 一个非凡的成就 都会用它 remarkable feat feat叫丰功伟绩 叫功绩功劳 remarkable achievement achievement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成绩成就 非凡的功绩 非凡的成就 都可以用它 这个词有褒义味道 表示好的事情 可以用它 但是这个词生活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用法 就是当表语来用 在表语来用 是因为什么什么 而变得非凡 而杰出 而突出 我们后面加借词for 这个是做表语的 借词搭配 顺别可以记住 叫做be remarkable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个属性特征 而变得非凡 而杰出突出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he is remarkable for his memory 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出众 因为他的气情特别好 而显得鹤立肌群 超过别人一头 be remarkable for 因为模式而做的 这个表现的比较杰出 比较突出 可以用它 这是非凡的 remarkable 非凡的超出一般的 我们的写作中 经常可有替换 我们在第一课里面 大家就记得一个 跟它特别类似的词汇 就是这个ordinary 前面叫extra 我们在第一课 见过副词叫extra 特别特别的相似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我们看它的形容词形式 就是把当初那个 ily去掉之后 再加字母y 这是重音前移 我们大声都加extra extraordinary 注意这个tr不要读tr 因为在ex 有个词在作怪 发死这个声音 后面中毒是声带 有震动起来 所谓不是extraordinary 是extra extra 后面or有个勾手的动作 我们再慢慢来一遍 extraordinary 再来一遍 extraordinary 叫非凡的 杰出的 了不起的 这个跟刚才那个 remark 我非常类似 咱们使用是一般可以替换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herry extraordinary beauty 这个女孩子非凡的美貌 也是不好意思 不光是漂亮 而且绝对超出一般女孩子 天仙下凡了 沉于落雁的美貌 extraordinary beauty 非凡的美貌 你再看 Nelson Mandela is a truly extraordinary man 纳尔逊曼德拉 就南非的黑人领袖 确实货真价实 是一个非凡的 了不起的人 一个非凡的 超出一般的 叫extraordinary 非常好记 ordinary是普通的 extra表示这个额外的 超过的 超出了普通人的 叫非凡的 我们再来遍 extraordinary 好 这个词可以用 还有一个跟他常见的替换的 我们还有一个形容词叫 这个exceptional 也行 也是表示非凡 了不起突出 非凡突出 就是我们用例外情况 exception 后面加al 达声来读一下 exceptional exceptional 大家注意这个词 在生活中也用的特别多 也是非凡的 突出的 比如说 the child has shown had shown exceptional courage 这个男孩子 在当初表现出了 非凡的勇气 确实超出了一般人 叫非凡的 跟刚才的 remarkable extraordinary 可以替换 再比如说 her scores are quite exceptional 这个女孩子的成绩 相当的突出 也是超出了 一般人的成就 scores表示考试成绩 快 就是相当的 相当的突出 可以用的 这是我们总结了三个 非凡的 杰出的 了不起的 咱们总结一下 分别是 remarkable extraordinary 还有exceptional 咱们写作中 一般来说可以替换 好 这个次重点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